植物提取物必須兇土服用,保健食法每天2個,進階食法每天8個。 服用腦健能提高腦筋的靈活性,增強記憶力及視力,活化腦細胞,燃緩長者的記憶力,舒緩情緒緊張,提升觀察力及敏感度。 產品查詢熱線55379521 日本戰局名將,我是細輝,我是俊仔 大家可以回到巴拉台的Facebook專頁,亦都去到Youtube那裏,留言讚好share,建設性留言,支持小俊,我去大俊,是不是 亦都去支持大匪哥的新頻道,大匪看天下,記住眼鏡那裏,按搜尋頻道 然後出了一個北極紅,好像大匪那麽肥 你不要經常這樣說,大匪不喜歡 那他叫大匪當然是肥的,如果他瘦就叫大瘦,就叫大匪 那他就有個新節目叫大瘦 小瘦與大壯 那他就搜尋去讚好他那裏 因為他要夠訂閱的數字才可以有廣告,支持台的營運 還有我們有些,上一集都忘記介紹我們的保健產品 去提升身體的免疫力 就算我們去逛街,無端端有警察衝進來,亂棍打 免疫力提高了,復原能力會强些 亦都不會那麽容易受傷 即是你講到這些是仙斗 都可以這樣理解 顧本復原,身體好了,任何東西都會容易復原 我們講回,信長要去到熱田神宮,去世思 第一個來到的人,你猜不到是誰 是誰 就是利家與蟲的錢田尼加 錢田尼加是三年前,因為他跟蟲 即是後來日劇的,利家與蟲,他老婆 因為他們... 不好意思,我沒有看日劇 那時候不是他老婆 大家就有點曖昧 日本以前就沒有說要處不處女 平安京時代也是這樣 你看回這個... 袁氏物語那套東西也是 袁氏物語是什麽來的 那男主角周圍是混淚的 說他是一個王子來的 在這裏混淚的,無端的搞好一個 是DTV來的 小說來的 他們是沒有精粗的觀念那麽重的 變了他們會... 喜歡的男人就先去搞了 結婚是另一回事,結婚是由家人去安排的 那他跟阿松本身... 那如果... 未結婚有了呢? 未結婚有了就生了 可以沒有老爸? 你不是送他出家 送他出家? 送個女人出家? 不是,送個小朋友出家 一丘和尚本身是... 是王子來的嘛 一丘曾本身是... 是天王的兒子來的 只不過... 不是明回政取 他不能夠做王子 變了送他出家 機靈一丘曾啊 那...但是... 朝廷會供養他的 你這樣講就... 那好啦... 如是... 那當然你是一個無事的師生子 那當然是沒得供養的啦 你真是做和尚 又是擔水洗廁所 那他... 那他... 因為他跟他... 有私情 那一信長有一個... 他很喜歡的部下 就常常吹他 誒有沒有... 譬如他跟阿利家好朋友的 你小心點 射你的毒液下去他那裡 他懷孕喔 你跟他搞東西通行都知道的啦 那利家本身是... 說了幾次 很厭惡 你不要真是說了 他... 口比較壞 繼續說 他一... 衝動就堆壞了他 那但是你... 這個是... 信長的近身示威來的嘛 那你變了是有謀犯之嫌 後來... 等於江戶時代裡面那個... 啊... 中... 中... 中神藏裡面都是啦 你殺了那個人是活該死 但是你以下犯上呢 你都要切腹的嘛 那利家唯有著草 唯有走啦 但是... 那利家有個義氣喔 知道積田家在這個生死存亡之戰 他第一個... 他本身已經沒有武士身分了嘛 不是家臣來的嘛 你走老了嘛 來到... 那本身信長的回馬眾 即是那些近身示威 都是那些江湖兄弟嘛 之前踢入會的嘛 變成這樣有義氣 大家的士氣很高漲 那如是者 那三千人 就去世思 就出發 其實另一邊商呢 金川議員的兵馬呢 就已經是連戰連接 去打贏了明海城那些 也都令到積田家首成的武將 很多都戰死了 例如這個朝比內順太 朝比內太朝 我講錯了 朝比內太朝 一個侄 朝比內太朝 就這麼快了 慢慢來了 可以 在這個時候 當地的那些長老 就去勞軍了 因為 一定 你一定要轉老闆的啦 先拆鞋先 其實金川議員都 預知了 信長卡倫 預知了他勝利的喜悅 打算這次贏了 就開始鬆懈了 即是打算撿硬 打算撿硬 就開始叫那些士兵 不用穿甲 變成由這個戰鬥的 奎甲都不穿 天氣 這麼囂張 前面打到贏了 怎麼會有問題呢 開始脫甲 脫甲休息 其實不奇怪 三國時代 怡靈之戰都是這樣 劉比 劉比 都是叫他們 哎呀我們去些良快的地方 不用 良快的地方去紮營 贏 因為贏了 夏侯淵 也是 定君山 也是 喊著喊著很累 大家脫甲 脫甲休息一下 這個通病來的 兄弟 你不可以怪金川議員 這是人的弱點 你打算勝利 就放鬆了 這個時候 他開始放鬆 再者 他們走的地方 就是東海道 一條很長很細的路 變成他五千人馬 不可以正常地暴震 因為正常是前後左右軍 去保護著他的旗本 即是指揮部 但你現在不能夠這樣擺 就擺一字長射陣 這樣去 因為你全部山岳 全部地方太陽長小路 擺不到 這個時候 天下起大雨 這麼不幸 那些雨是打到金川議員那邊 風向吹過去那邊 而信長在這個時候出兵 而他出兵的路線 剛好就是他向這邊 風向吹向來 變成那些雨 只是吹在我後面 影響到我前線 但金川那班人 反過來 那些雨這樣迎面打過來 就看不到前面 所以為什麼他三千人馬這樣衝過去呢 沒有人知道 哦 即是行運 是的 他就是這個 行運行運加行運 在前一集我講過 那好了 再加上 他們洋長小道 那他五千人 就散落在那個 很長的路那裡 變成他突然衝出來的時候 落滿了雨 大家沒有著甲 要著甲一個時間 地下一片泥靈 絕著腳 你怎麼衝過去保護本陣 所以在特閘衝過去那一刻 其實金川二元只有三四百人馬 三千人打你三四百 本身 三千人打二萬五千人就這樣 好了 那二萬人衝去前面 三千人打五千人 人家都是優勢 反過來三千人打三百人就吃硬了 一衝下去的時候 然後 金川二元本身知道是不夠打的 想走的 但是因為本身呢 金川二元 那個朵 叫東海第一攻取 不好意思 不是他最好打 也不是他射箭很厲害 為什麼呢 因為以前武士階級 就是攻賣之駕 又練馬 又練射術 不是下面射 上面手射 變成他是 東海道第一的武家 所以叫天下第一攻取 這是朵 不代表他好打 也不代表他射得很厲害 其實他反而是一個大肥人 是信這個京都文化的 例如把鐵匙塗在牙上 變成黑匙 也喜歡和歌 速谷 就像他一樣 就踢球 但不知為什麼他踢也這麼肥 對呀 對呀 這麼肥怎麼踢球 所以他不能上馬 他是用招 然後人家這樣衝下來 就糟糕了 你身邊的人 怎麼搬你走啊 你這麼肥 招又重 我當你八個人 那些士兵都拙著腳 你的招怎麼走不了 看到我自己走 我還搬你走 那不是 你說忠勇之心 你沒有義氣 不代表人家不忠心 這個你用自己的想法 這不是呀 這是人之常情 那好了 他這下唯有硬吃 但他真的太肥了 但他的武功又不差 因為信長的部隊裡面 兩個人衝過去 一個叫做 復部小平泰衝過去跟他打 就割傷了他的腳 他坐在橋上 沒有呀 直接戰 但他可以 一斬下去的時候 他斬傷了一點點 但他 腳 走不了 但他一刀斬回 復部小平泰衝過去 斬傷他 然後另一個回馬中的 叫毛利新座 就想衝過去補刀 接著插了金村議員 金村議員 就咬斷手指 就例如這個 好像昨天沙田的衝突裡面 一個警員的遭遇 就是咬斷手指 因為其實 人的動物性很強 當你學的武術 你生死關頭的時候 是不記得的 你變成一個很動物的反應 本能反應 就是動物性 你不是一個理性 我不是動物 我是人 人不是動物 是什麼 你被人打到後腦 變成植物 就是植物人 咬斷手指之後 兩個夾手夾腳 就割了手 你主事死了 就全軍大亂 就散了 其實本身 金村軍形勢大好 後來他們兩個前鋒 從平原康之後 德川家康 當然馬上離開 因為他神伏在金村語言之下 目的 是為了生存 我不是真心 你送個兒生女給我 但我是為了我而復興自己的家業 一時三刻去投靠你 在我形勢被人強 他知道你這個混蛋死了 我馬上回去自己的大本營 潮比奈泰朝 他是一個很有勇氣的將軍 後來金村家滅亡之戰 他也是死守的 和城池共存亡 很有義氣 但他還是要撤退 攻下一個城池 殺了首將 為主軍出戰之仇之後 撤退 除了保養實力 因為如果我的有身力量在這裏死光 本家那裏就糟糕了 而江部緣信 還有義氣 他特意搶回主公的屍體 這麼肥也搶到 搶到 通常論功行上就是斬首級 洗乾淨回去 去供奉 去論功行上 屍體是沒用的 通常那些人都是掛著幾個袋 沒有事 就是把人家有名的武士的首級掛在 我叫他鹹魚無用的 難道我殺了你之後 就搬到身上 那不用打 只要殺一個人 沒有其他功勞可以拿 對不對 那為了收回去 去安葬 但是沒有投的 那拿回去吧 人家要那個去供奉 那如屍是沒用的 你也是安葬的 不用安葬的嗎 那時間撿條而已 那不是 認得這麼龐大的 對 這麼肥很難得的 你離遠都見到大肥 對不對 你真是 那他如是姐 搞定了 打贏了 那信長論功行上 第一就是梁田 梁田 梁田 梁田正剛 因為他是 他去搜集情報 在合同間 告訴他在哪個位置 準確的位置 告訴他信長 信長也說 沒有他的情報幫助 根本無人贏得到 你們衝下去殺個個都可以 只有他一個告訴我 這個消息 所以他第一 服部小平泰和無理新座 也作聲成為高級的武士 而信長打贏了這場仗 第一件事是做什麼呢 就是找這個松平元康 即是他以前的老弟 因為他以前在這裡做過人質 大家玩了幾年 誰玩誰就不知道 或者兩個一起睡覺 有什麼做 不知道 他們就談了 青州同盟 就談 我去支持你獨立 在金村家來說獨立 在金村獨立出來 去復興自己的家業 你就幫我守住屁股 不要搞我後面 讓別人 讓我可以去 專心去打這個 齋藤二龍 那大家掌爬 談好 這個同盟 是去到信長死了之後 他的兒子都還生效 其實在戰局 你餘我家的年代來說 是很少見的 那當然了 信長是一個沒什麼義氣的人 他知道了後來 德川家康的兒子 給他的兒子厲害的時候 就借他的耳 就叫他撤腹 打敗了他的大兒子 但是 真的打敗了 叫他自殺 那德川家康就討厭他 沒有 繼續同盟 形勢比人強 他的大兒子 和他老婆 即是竹山電 金村議員的兒生女 就是這樣死的 因為你的兒子比我的兒子厲害 用什麼我天下被你搶了 當然有機會 你有犯錯的機會 就借耳叫你自殺 金村家那邊 金村議員死了 其實他家裡很騷動 他的兒子 金村事真是一個廢柴 說多次 廢柴 怎麼是廢法 只是懂得享樂 他的家臣都說要再起兵報仇 你最多是死了幾百人 只是懂得享樂 不是廢柴 只是兒子 沒有想著報仇 因為他本身 冤冤相報 你吃屎 說廢話 放下屠刀 立地信耶穌 先說廢話 先說正題 因為 金村家在合同間之戰 損失不大 他死了三百個 我當作是奇本 五千人死了 但只剩下主力兩萬 都還在 再者 三河沒有事 獨立了 三河 德川家康 都是西三河 東三河 都不是他的 變成 他損失了 很激 難損了三軍燈 有萬多人 萬多人 再打你那幾千人 為什麼不行 你在防禦明海城 和幾個城池 死了一千多人 信長 劉仙不是一樣 有幾萬兵 都是投降 但問題是金村議員 他沒有想過幫父親報仇 劉仙也沒有想過幫父親報仇 劉仙有嗎 都沒有 他上父叫他不要報仇 他就不罰了 這是兩個個案 變成他家臣 對他很沒信心 離心離得 所以後來 為什麼金村家 有這樣的經濟實力 這樣的兵力的數量 都可以土崩瓦解 其實有得說 後來金村市真 做了一件事 就是做這個封神秀吉的顧問 叫做壽薪 做一個顧問 但做什麼顧問呢 就是踢足谷 全盛 可以找我都可以 都可以 你跟金村議員差不多 又沉埋女色 不思盡取 你又知道我不思盡取 那你說你都可以 金村市真跟你一樣 你自己跟他比較 那我都是不思盡取的 我都算 變成積田家 解決了他後部的問題 就可以全力去爭取 攻打美農國 因為我都說過 美張國本身就是一個 土地比較小 他本身是美農國 只有三分之一 只有一個鬥號 你找回日本地圖 就是一個鬥號 但是人家美農是大很多的 他要吃一個大很多的國家 就是越級挑戰 越級挑戰 幸好的是 因為齋藤二農 他堆倒了他爸爸 他內部其實很多人不服他的 再者 其實他內部那個地事 就是那些野武 就是地方的武士 本身互相都供佛著 其實他是很辛苦才壓著牆 所以他才有機會去打贏這個 天時地利人和 全部都向去積田信長 可以這樣理解 有個天去製造他 還有他可以入到京師 因為這節很長一點 我再說這句 因為他地方的東海道 他一打贏了齋藤家的美農國之後 只要過了琵琶湖就是京師 為什麼武田信元說得那麼厲害 上參謙信那麼好打 是不是 北調士康的一個民政家 經濟實力那麼強大 後來他的領地 即是現在的東京 可以搞到這麼發達 都不能夠上去 不能夠去到京師 遠了 你的土地不夠近 大佬 信長就是一個地利 加上天時 他手下那班人這麼多帳材 帳材背出 我都說 朱元璋可以做到皇帝 真是天命所歸 一個這麼窮的鳳羊 那些帳材 全部沒有讀過書 但是這麼好打 那我們下一集回來再講 女士的頭髮不夠強硬 男士又有中年危機 地中海的煩惱 找到一隻洗頭水是很重要的 要激活無狼 控油去屍 固法 欲法 防脫法 我們推薦韓國JW洗戶系列